直接偷場球,漂亮 發完之後反手貼直線 現在余赫一也比較 警告,發球回拋 裁判是懷疑發球為力的情況下會警告 但是確認這個球發球為力的話就會直接換分 7比6,還是凡尼旋轉這手短 再發一個這個球呢,偏小三角的位置 薛飛直接擰了5分 哎呀,又是一個幸運球 這次比賽呢,總的感覺這種滾網球啊,還是偏多一些 8比10 擺太高了,這樣11比8,薛飛拿下第一局 還是繼續回擺,再控制 滾網,哇,這個手感 好球,側身倒地的反拉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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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兩個球 鱼合一也是还有点着急 发完之后就 那么这次的挑战呢 我们现场是会有一个 二层的大屏幕 来进行回放 那么判发球回抛的话 如果抛球脚 发球的判法呢 主要是 鱼合一 裁判的呼报出来了 是挑战失败 我们现场的回放也有了 角度给的是32度 确实裁判火眼金金啊 大于30度 这一球就被判为发球回抛 那么这一分就发掉 回摆之后抢冲 接下来9比7 学非发球 好球 这个球就是快劈底线 让鱼合一去被动的上手 之后准备好的是这板反拉 10比7 摆小三角 再摆中路 这样是1比7 薛飞呢是再下一程 现在大比分2比0领先 一定还是得从薛飞的这个中路去下手 因为他的这个正反手站定了 其实两面实力比较均衡 相对于来说呢 中路的位置要薄弱一些 再摆 控制之后薛飞上手拧冲 3比2 还是把逆旋转正手短的 我们看薛飞还是揭发球 比较依赖自己的反手 其实这个逆旋转已经是 发的比较直了 比较的靠这个正手位 但他还是选择用反 薛飞在第二盘和赛林威的比赛 是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连班三局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还是一个教训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一定逆旋转发一个长的 宇和宇再拿一分 这局宇和宇还是比较注意变化 尤其是从发球环节开始 一直在变 又是机会 上来之后自己退下来连续的这一板慢了 一局发球被判一个 发球再失误一个 这就是两分了 11分制的比赛 其实关键分还是于和一发球 还是逆旋转发正手短 这个球薛飞调打出界 这样于和一拿到局点 这种对轰的球 但是呢 还面对节奏变化 包括旋转轻重的变化 常常就会显得对不上点 好球 这球其实于和一准备到了 但是拉完之后自己还是连续 开始逆旋转发生手短的调起来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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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Whiskey 过 过 二 非常 Come back 我们的双方巴 chaque 最后 大家 Liam 这 对 贴住 这个球薛飞主动发力的失误 直接拱一个长的 漂亮 7比6比8落后的情况下 薛飞还是非常敢打 第一个台内直接拧 第二个呢反手直接起直线 这两个球都 还是接着控制再摆 第四个回合 漂亮 这样薛飞连锥4分 拿到盘点 漂亮 然后打一个罚球抢攻 这两分的关键分 于赫一的这个思路啊 还是很清晰 而且也绝不手软 薛飞的接罚球还是保守了 这个球慢挫过去冒高 这样双方呢是打到10比10 直接批长反拉 漂亮 鱼合一再一次将比分追平 第四局两位小将都是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十一平 手在防正手 唯一一个 今天在这个正手这条斜线的详池当中 余和一还是要劣势一些 他的优势还是在于这种贴防 在于变 今天也是一直盯着薛飞的这个右半台短球发 发球抢攻 连续两个其实都是一样的 薛飞正手为短 减分再一次的打拼 快点 回白反手起板 这个时候王浩指导要了暂停 我觉得这个球的接发球一定要多下攻 暂停回来之后余和一发球 还是逆旋转发正手短的 这个球擦网 前面的两个接发球薛飞都接得比较保守 看看这一分 直接拧起来正手对拉穿直线 余和一一定要去打变化 包括这种线路的变化 落点的变化 轻重的变化 这样15比13 薛飞拿下了关键的一局 也是为自己的团队再扳回一分 现在双方打成2比2 对下来将要进行决胜盘的较量